很多25家的宝文们想要抗初老又觉得这马肌太贵 那么黄金微针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关于黄金微针不想采雷的话一定要看完这条视频 黄金微针不仅能够紧致抗衰 提拉面部肌肤 解决法令纹 眼中细纹 生长纹的问题 还能够改善我们的脆双疤痕 毛孔粗大等皮肤问题 那么什么是黄金微针呢 黄金微针其实就是采用了 涉皮微针的组合来刺激皮肤 这些微小的刺激能够刺激皮肤的自然修复机制 激活了皮肤的愈合反应 促进妆眼蛋白和弹性纤维的生成 黄金微针是真的采用黄金材料制成的微针头部 黄金呢是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性 能够帮助肌肤抑制氧化反应 延缓皮肤的老化过程 在微针刺激的同时 黄金微针会通过搭配营养液和精华液 这些营养成本加速我们皮肤的再生和修复过程 那么黄金微针和传统的微针是什么区别呢 传统的微针呢 主要是通过很多微小的针头 在面部进行一个滚动 用机械的刺激打开皮肤的微孔道 而黄金微针呢 在针头的器械刺激的同时 进行一个射频的放电 对生存的皮肤组织进行一个加援 从而有效地促进胶原蛋白的修复战胜 同时呢 微针刺激可以促进我们皮肤的血液循环 帮助我们改善皮肤的肤色和质地 对于敏感性的宝宝们来说 一定要先面诊你们的医生 再确定是否要做这个项目 我真的不建议忙碌的去做 还有一些很怕疼的宝宝 听说黄金微针会很疼 迟迟的不敢去尝试 但是其实呢 只要在治疗的时候提前做好疼痛管理 比如前一天你一定要睡眠睡得好 再比如说呢 保证麻药的停留时间 在麻药上面再敷一层保鲜膜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我呢之前呢也是痘痘肌 所以说我留有一些痘疤 那通过这几年做黄金微针的自己的皮肤呢 也改善了很多 就没有那种很明显的坑坑娃娃的问题了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这期的视频 我是艾迪许丹 请关注我点赞